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继续收看《耀随财经台》的发达广场直播环节 身边的嘉宾是来自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在旁边 Jason早晨 这一节特别想和大家谈谈本地银行股 因为创新银行被收购的消息都出来了 市场上的人士都非常失望 股价方面都反映了 我们稍后时间跟进本地银行股价 先看看如秀集团这一单的收购 已经确定了 用116亿的价钱 去收购7成半的创新银行股份 而是每股35.69去收购 市涨率方面是2.08倍 亦是市场预期的下限 当然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而今次你看到最大的得益者就是月秀集团 因为减于之前的先例 招行都是全购永龙银行的 亦都没有保持上市地位 但今次很明显的收购不同 仍然保持上市地位 不单止时间和成本省了 还有你可以看到很多好处 都要问问Jason 不如解释一下 今次2.08倍的PB来说 当然是失望 暂时这一单单单 大家有什么可以留意 没错 有几样要留意 一来就是说 作价方面 看到在8月尾那段时间 都有些市场消息 当时东方日报方面 都引述了相关消息 都指月秀方面 就有机会用一个大概2.3倍的市场率 做一个收购的作价 所以大家当时对于收购的期望 是相当之高 也预计收购作价 起码都会有2.2倍至2.3倍以上 但如果你说今次出的价 都是大概2.1倍 就很明显比起当时的传闻来说 就低了不少 令到最近都因为炒这个收购概念 这些一众的银行股 的股价都跌了下来 二来就说 本身今次收购的量 都是7.5倍 就不是说全年去到收购 正理所说 就和这几年之前 招行来来香港收购永龙银行方面 的形式有些不同 当时他就提出一个全面收购 令本身永龙银行 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就撤销了 如果你说收购的量都是多些的话 那自不然大家的期望也是高些 但是你说今次就只是收购7.5倍 和都仍然是保持着这个上市地位的话 某程度上都是令到大家有点而是失望的 但是怎么也好 始终你说这一类的银行收购概念 之前炒到去这么厉害 大家亦都预期的作价都是这么高 但是始终你说结果出来 都是和预期差那么远的时候 那自不然对股价来说 都会有点压力 好 如果全购的话 我想投资者就最为开心 今次来说 月秀说到最大的得益者 除了可以避免一些配股价的风险 如果你全购的话 你之后又要满足公众最低的次股量量成本 比较复杂一点 当然投资者今次来说 就有点失望 因为都未说得到最大的收益 如果拿七成半的股权来说 也不是说他现在持有的股份 是全部给月秀的 是七成半的 是吗 没错 如果你看到他今次的收购行动 都是说大股东 在辽创卿集团方面 和另外一位企业 都是说出售七成半的股权 就是给月秀的集团 当然在这个交易内容上 亦都说到 就是说来到辽创卿企业方面 就会出售中环的总部物业 亦都会拿回大概十九亿左右的钱 拿钱回来之后 就有机会做一个派特别息 这个息口来说 四个半来说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 大约的息口 如果你持有一手的话 就是一千股 大约就是四千五百多元左右 都可以留意 为什么好 之前也是炒一个本地银行股 被收购的概念 全部都升上来 因为大家都在预测 会不会预测PB方面 都有两倍以上 就是2.3倍 今次来说是2.1倍 很明显 全部股价都回落了 好事之前 炒得火红火露的大新银行 今天来说就回回7% 当然我们都要看看 就是两只股份 今次主角的两只股份 就是创英银行 和194的廖创卿企业 两只来说都当然有个急跌的情况 194好像跌得厉害 现在来说跌1成4 这么多 最后十分之后 始终是廖创卿集团 持有住财卿银行 之前大家就想到出个价格 变相对于母公司来说 都会有一个好处 但如果你说见到今次 出个价相对来说 都是低预期的话 变相对母公司套现 这个资产方面 所得的收益都相对低了 換言之,如果計算的好處 似乎廖創興的集團或創興銀行方面 都不算太大 所以這兩隻股份今天要下跌也絕對不出奇 屬於正常 怎樣部署? 既然是這樣的話 是否應該要減少少? 還是現在要重新再部署? 像大新銀行一樣,大家都在憧憬 因為PB來說,比起其他都是低 在兩倍樓上 現在怎樣部署大新銀行? 如果說大新銀行,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大家都會有一個預期 既然今次月秀集團一間大規模的企業 收購在基本面來衡量最好的創興銀行 都只是以2.1倍PB來收購 換言之,即使大新銀行真的找到買家 但是究竟在作價上面 是否一樣都能夠用一個很高的價來買呢? 如果你說在接下來大家趁過之後 發覺大新銀行在基本面方面 是不及創興銀行 意味著接下來出的價方面 都未必會有兩倍的時候 自不然就令到之前股價 抽上去的因素慢慢消除了 再加上本身大新銀行一直以來 都是沒有什麼傳過 又沒有一些大型的國家企業去買 就算你說像另外的同業 永恆來說 都叫做全國安能農行 和新加坡方面的銀行都有興趣 但是既然你說大新銀行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沒有什麼傳過這個消息 但是股價又抽到上去 一個相對高的位置 所以短期裏面 既然你說在創興銀行 今次的作價方面 都不是特別高 亦都是有個藉口 給市場先行回套一些貨 所以你說本身你拿著大新銀行的話 以一個短期的角度來講 我都覺得是有機會 沽額會持續的 但是你說跌幅就未必會太厲害 下去14元左右 我相信就會有個支持 好啊 現在可能就看回 新加坡方面 或者是農行 都有興趣 就是說收購永恆 暫時這個消息 都未落實著 但是怎麼都好 市場當然就是無限憧憬的 不過你看到 今次事件 都看到就是 還內地很多的大型企業 都下來香港 就說收購點銀行 其實最大的原因 就是方便融資 對不對 亦都維持上市的地位 用回香港的品牌 信心有個保證 會不會都繼續有回 無限憧憬呢 Jason 憧憬又相當多了 一來就說融資平台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你說現在在內地方面 要去集資 要在A股那裏配售些股份 其實那個難度都相對高 而且成本也都相對高一些 所以你說在香港方面 有多個平台來講 就自不然是方便的 特別你說可能內地 一些本身比較大型的銀行 都可能面對著一些補充資本的壓力 都需要在市場上融資 所以你說在香港多個融資平台 我相信都是有個好處在這裏 再加上本身 在前海方面有個發展 亦都預期在香港和中國方面 人民幣互相共用 包括兩地方面 人民幣互相的借貸 又或者更多一些人民幣產品的發行 都會幫助到這些本地的銀行 明白 好了Jason 我們最後都和大家跟進 就是這個版主性的情況 永恆銀行今天跌1.4% 跌1.6% 創興銀行跌2.4毫半 跌幅有6.6% 大新金融跌2.6毫半 跌幅超過半成 大新銀行跌7% 跌1.08元 大眾金融方面跌4.04元 先報4.04元 好了 多謝Jason 稍時間我們再跟進 市場上其他股份的表現 不如跟你談談 內人股或內險股 都公佈了業績 尤其是健康 健康份業績 有事一會 一會兒回去繼續 都是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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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